作者 旺语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来讲《凡人修仙传》第505集 韩丽看了看鲁姓老者 拿法宝砍击这个山壁 留下的刀痕 突然是默不作声一台手 石鱼把青光闪闪的小剑 拿他的这个青竹风云剑 打袖炮里飞出来 化作石鱼道青芒 是直射整个山壁的各处 南拢侯两个人先是一正 但马上明白了韩丽的用意 只听到叮叮当当一阵乱响了 石鱼各数寸深的剑孔 出现在石壁之上 每个剑孔同样都有点 银光闪闪的饭出 韩丽脸上露出一丝惊涩 却不紧不慢地说道 嗯 的确是钢银沙不错 而且整座石壁都是掺入了钢银沙的 但是密度并不均匀 看来不是人为所知 而是石壁中本就蕴含了一条钢银沙的矿脉 见到韩丽的飞剑竟能在石壁上刺出 比他的飞刀还要伸数倍的剑孔 南拢侯两个人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鲁姓老者一听这话呀 眼中贪婪之色大起 死死盯着石壁 不再言语一声呢 南拢侯脸上呢 同样有一次火热闪过 但略以思量 神色渐渐恢复了正常 我们走吧 先进谷内探卯再说 南拢侯淡定地说道 这鲁姓老者满脸的不舍 这就走 这些钢银沙可是难得的宝物 我们不如先敲下一些再说吧 哎 卢兄 这时候你怎么老糊涂了 这些钢银沙有多坚硬 你刚才不是亲眼见识过了吗 别看这里可能 有整条矿脉的钢银沙矿石 但一块拳头大小的圆框 只能提炼出米粒大小的一点钢银沙而已 你要花多长时间 消耗多少法力 才能切下足够的圆框啊 况且此物固然珍贵 可别忘了 我们现在缺的可不是这些身外之物 而是能延年益寿 增长我们寿源迅速提升境界的灵药啊 否则一来大献一到 我们不过是一堆白骨啊 鲁卫英听南龙侯这么一说呀 先是一愣 接着有些恍然的点点头 嗯 南龙兄说得极是 老夫竟一时被宝物蒙了心 差点忘了此行主要的目的 多谢南龙兄提醒 这老者也不是一般的修士 人家南龙侯一提醒 当即醒悟过来 面带一丝感激之色 冲南龙侯双手一抱拳 随后他不再看石壁了 生怕在手诱惑似的 向这个洞中快速的走去 南龙侯脸上是神情一缓 招呼韩丽一声 也跟着走了进去 韩丽对整条矿脉的钢银纱 那同样大为不舍呀 脚步不由得慢了一些 不过就算他掺入了 羹筋的飞剑 比普通飞剑锋利的多 还有灵液可以马上恢复法力 切下足够的钢银纱原况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而大有可能 挑起南龙侯二人的极度之心 哎呀 想想实在不好下手 韩丽呢就轻叹一声 带着惋惜之心 那就要跟着这两个人进山洞 可就在这时候 韩丽脑海中突然想起了 大眼神君的声音 嘿嘿嘿 竟有如此多的银纱呀 老夫当年可是苦寻了许久 都没找到多少啊 不愧为坠摸骨 他们正好可用在老夫 新研制的傀儡的身上 用这些钢银纱 掺入傀儡的躯体 普通宝物就无法伤他们分毫啊 哎 我说小子 把这些钢银纱 全部弄走吧 全部弄走 老怪物 你不是没睡醒吧 这是钢银纱矿脉 不是零食矿脉 我怎么全弄走啊 用飞剑一块块砍呢 哼 本君既然这么说 当然就有很多的办法 韩小子 你不是有很多的试金虫吗 我教你一个法诀 可以操作试金虫钻入石壁中 吞噬钢银纱 然后再反吐出来 凝结成钢银纱结晶 这方法是西年从一名 击毙的虫修身上得到的 不光是试金虫 其他几种灵虫也能做到此事 只是没有你的试金虫方便 竟有这种口诀 好 你传说过来吧 我马上让这些灵虫 搜集钢银纱 这韩丽听了之后是又惊又喜 接着说道 不知的是为了钢银纱呢 还是为了威力口诀的事 我先跟你说好啊 无论得到多少钢银纱 都必须先留给我炼制最后的傀儡才行 绝不能浪费在其他地方 更不能掺入你的法宝之中 要是炼制这个傀儡最后有剩余 剩下的由你随便处理 我不会管分毫的 在传给韩丽法局之前 大眼神君的淡然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韩丽文言不禁倾笑 前辈看来还不知道啊 在下法宝根本无需掺入钢银纱 早已经用钢银锻炼过了 钢银 你有这种逆填材料 还有剩了没有 只要一点点 我都有大有用处啊 大眼神君仿佛是吃惊地 正住一会儿 但激动地问道 声音中充满狂喜 韩丽淡淡地回答 你也知道 我用的法宝是整套飞剑 当初得到的耕精 虽然不算少 但也只能勉强够恋而已 哪还有什么剩余啊 没了 哎呀 真是暴殿天物啊 大眼神君一下变得失望之极 口中满是喃喃的痛惜 韩丽听了 不禁暗翻几下白眼啊 把羹筋用在本命法宝上 怎么能算是暴殿天物呢 不过他现在有求于对方 也只能故作不知地 听对方几句暴殿之言 这个时候啊 韩丽已经跟着前面两个人 进入山洞一段距离了 并有意无意地 故意拉开一段距离 以防那二人发现他的异样 这个山洞中有点黑 但三个人 无疑不是法力高深之人 只有稍微地 往目光中注入灵力呢 就能看个大概 事物毫无问题 这山洞的大小 始终保持着洞口处 那一样 两色石壁 也仍然是那种淡黄的颜色 在路上呢 韩丽随意地用一口飞剑的 斩切一下石壁 结果露出的还是 荧光闪闪的颜色 韩丽有些骇然了 但心中 占据这些矿脉的念头 是更胜了两分 韩丽一边走着 一边听着大眼神君 传给他神识的一篇 驱虫口诀 虽然口诀 全是古语组成 有些晦涩难懂 但是在大眼神君 聊聊几句的指点下 原本就对驱虫术 小有心得的韩丽 顿时豁然开朗 顺利地融会贯通了 当口诀 一经传授完毕呢 大眼神君的声音 再次阴沉下来 韩丽又沉思一遍 这口诀 那确认无误 一手往腰间 看似随意的一拂 一只灵兽袋 木然就不见了踪影 随后 韩丽走路的姿势 丝毫没变 但是从绣袍中 一只只金色的 试金虫 无声无息地飞出 悄悄向来路飞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桑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走在前面 施鱼杖的两个人 丝毫没注意到 韩丽的小动作 那走了一盏茶的功夫 袋里的试金虫 差不多放空了 韩丽缩在绣袍中的 双手一掐绝 截了一道法印 神石随之响起 低沉的咒语声 并通过神石呢 传到了洞口处 正漂浮在石壁前的 大群的试金虫上 这金色虫云 突然间金光大放 随即 所有的飞虫 在一阵模糊之后 一窝蜂的 向石壁上冲去 结果呢 竟丝毫阻碍都没有 顿入石壁之中 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石壁表面看见 却没有一丝的破损 韩丽用神石感应到 这个情形 才安心地把心神收回 略为加快了脚步 那 再走了一会儿 刚一拐过一个弯道口 前面两个人停下来了 韩丽心中一领 急忙往前望去 只见前面是豁然开朗 通道一下子变得 背叙宽广 在这宽大的通道中 从上至下遍布 中乳岩似的怪异的石头 并发出丝丝的银白色光丝 把这整条通道照得光亮之极 这些银丝是怪异异常 显然明显是无形之物 但偏偏每条光丝 都清晰一成 犹若有形一般 南龙侯望着前面的银丝 深吸一口气 肃然地说道 这就是北极元光了 两位道友 虽然应该知道一些 但在下还是要提醒一次 在北极元光之中 除了两一环之外 千万不可妄动 任何灵力和法宝 一旦身上被外泄的灵力 被这北极元光感应到 我们三个绝对是死路一条啊 韩丽漠然无语 没回答 袖袍一抖 一只乌黑指环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落入手心里 上面的灵光闪动不已 一见韩丽拿出这个两一环 南龙侯和鲁卫英啊 立刻身形一晃 面色凝重地退到韩丽身边 以下呢 就以韩丽为主了 韩丽是手捧着指环一张嘴 一团青色精气从中喷出 照在指环上头 乌黑闪动 所有的青气被指环吸纳得一干二净 然后嗖的一声 自行飞到韩丽头顶 漂浮不动 韩丽面无表情这么一仰手 一道法觉打在膝上 两一环一阵轻颤 随即一缩一掌起来 转眼间呢 指环就化为了直径五六丈的巨环 去吧 韩丽伸出一只白皙的手指 冲着这指环一点 轻轻地吐到 发出一声怪异的低鸣 巨环击射而出 南龙侯两个人的目光 一下子凝重了起来 只见巨环一冲入 不知多少万道的光丝之中 就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笔直的光丝 如同被搅乱的水面 在巨环进入的刹那间 混乱了起来 在乌光中闪烁不停 所有银丝一接触这个指环外壁 立刻奇迹般的一拐弯 哎 绕开了指环的道 而行 如同通灵一般 看到这一幕 汉立心中松了口气 南龙侯两个呢 也是面露笑容 不过 汉立对这些北极圆光的威力 还是有些好奇的 他略微想了想 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 一颗拳头大小的蓝色的圆珠 出现在他手里 那这是一件早年得到的 上街的防护灵器 汉立手持此珠 略微往珠上注入一些灵力进去 顿时一层蓝汪汪的光幕 就浮现在珠子表面 汉立反手一弹 这圆珠啊 化作一团蓝光 积涉而出 这一次 蓝色光珠一进入北极圆光之中 这众银丝 如同见到了猎物似的呀 一颤之后立刻蜂拥而上 把他团团围住 一根根纤细如发的银丝 冻穿了蓝色圆珠各处 是那光照如同无物一般 片刻之后 被重银丝 冻穿的圆珠狂闪几下之后 就从体内自行的暴力开来了 化作一团艳丽荧光 消失在诸多光丝之中 寒厉瞳孔微微一缩 南龙猴和老者 也面色位置一沉 韩丽神色瞬间恢复如常 他伸手一招 巨环飞射而回 到了头顶处 无声无息地落了下来 一下把三个人都套在其中了 接着一个乌蒙蒙的光照 出现在指环的外侧 把韩丽等人护在其中 走吧 韩丽没多言语 简短地说了一句 走吧 抬步走去 两一环随之一起移动 南龙猴和鲁姓老者 在后边罩着呀 丝毫不敢大意 老老实实地跟上去 虽然见过 这个指环对北极圆光的防护奇效 和自身任何防护也不敢开呀 任何法宝都不敢寄出的地带 进入这个北极圆光 那韩丽表面很镇定 心中多少还是有点担心的 但是下一刻身处北极圆光之中 看到那些光丝果然绕开了黑色的光照 并不敢近身 他总算把提着的心放下来 随之他心中一动略一偏头 已经走到两侧的南龙猴二人呢 同样神色是一阵放松 韩丽微微一笑 催动两依环 缓缓地向前 在坠摩谷的 另一处地方 一个靠近内谷的冰天雪地之所 一群黑衣黑袍的鬼灵门修士 正冒着漫天风雪 驱动各种法宝 和一只体型巨大的壁虎 古兽争斗着 在壁虎对面不远处的半空中 那脸色苍白的中性老者 正漂浮在半空中 冷冷望着眼前古兽 和一杆结单其修士 打得热火超天呢 过了一会儿 眼见六七名弟子 仍无法拿下古兽的样子 他终于眉头一皱 亲自出手了 只见他两手一掐绝 无数漆黑如墨的黑气 从身上冒出来 随着这些阴气 转眼间画形凝聚 化为两道乌黑的墨胶 向着壁虎状的古兽 气势汹汹地扑上去了 紧随其后的 还有一张碧绿发亮的巨网 随之照下 在巨网中夹杂着 无数拳头大小的绿色火球 密密麻麻地向古兽射去 轰隆隆一阵巨响 黑芒绿燕交织到一块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这光芒一脸呢 原地就露出了一具浑身焦糊的 巨大的古兽的尸体 老者大袖一扶 一阵狂风吹过 把那古兽尸体 卷出十几丈远去 原地露出一个宽大的冰缝 这个冰缝是一路向下 隐隐有白光发出 也不知道通往何处 走 老者低沉地一喊 随后身形一动 立刻化作一道黑光 是顿入其中 其余的鬼灵门弟子呢 也毫不迟疑地一轰而进 在这群弟子当中啊 王缠和烟如烟 那也在其中 而那个鬼灵门之主 王天谷呢 却不见踪影 一众鬼灵门修饰 进入冰缝之后不久 此地重新恢复了平静 只有片片雪花 无声无息地飘落着 而那具古兽的尸体 不久就凝结成一层冰霜 被洁白的雪花掩盖其下 化为一座不起眼的雪丘 在原先鬼灵门修饰 待过的密林中 子灵正站在某处 看着眼前貌似 普通的一个小土包 有些正正的发呆 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他抬头向四周巨树看了看 又低头看了看眼前土包 突然玉指轻弹 一颗白色光弹 飞射而出 听到砰的一声低沉的闷响 一个丈许大的土坑出现在面前 坑中掺杂着许多灰黑色的飞灰 漫天飞舞 而大坑中的坑泽中 出现了一小半截 被烧成了焦黑的树根 哼 应该就是这里了 鬼灵门人多势众 找起了比我可容易多了 不过他们似乎没想到 还有人同样在找标记 竟然匆匆忙忙地 露出这么多行迹来 子灵面带喜色 喃喃地说道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